进入8月以来,美国和土耳其关系急转直下,美国先是因牧师布伦森在土耳其被滞留仪式,对土两名步骤实施制裁,随后又宣布对土耳其钢铝进口产品加倍征收关税, 面对关税大半,造成的土耳其兼容市场动荡,土耳其总统埃尔多·安正峰相对,对美国进行对等反制裁,美土传统同盟关系面临严峻考验。 事实上,此次美土外交纷争,是2016年土耳其为最正变后双方积累的矛盾和怨愤的集中爆发,美国在土耳其政变期间作弊上官,拒绝引渡幕后主使军轮回国。 土耳其与俄罗斯和伊朗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密切合作,美国扶持叙利亚·库尔德武装组织,被土耳其设为帮助库尔德武装作大。 此外,双方在伊核问题等中东热点问题上的立场也呈现尖锐对立,此次美土外交纷争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,美国对土耳其极限施压,不断加码,企图迫使土耳其就办。 美国财长姆努钦警告说,如果土耳其居不释放波伦森,美国计划实施更多制裁。 对于美国制裁,埃尔德安指责特朗普政府,对土耳其背后捅刀子,威胁将寻找新朋友、新盟友。 人们不禁要问,美土同盟是否走到尽头,两国就此分刀扬镳,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 对土耳其来说,与西方的经贸、军事合作,是彼此联系的重要纽带。 经贸上,土耳其80%的外资来自美欧,欧盟是土耳其最大的进出口市场。 房屋上,土耳其是被约成原国。 美国向土耳其提供联系情报和无人机监视,帮助土耳其监控库尔德工人大活动。 土耳其有十家工厂参与F35型战机零部件生产,总产值达100多亿美元,如土耳其但绝与美国关系,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填补这个空白。 这也是为什么土耳其在反击美国的同时。 强调是美国的北约战略伙伴,就美国及整个西方而言,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,辐射中东地区,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意义。 美国在土耳其是有迎接利克空军基地,在双东历次危机中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如果把土耳其逐出门户,美国将失去一个战略之点,欧洲也将失去一道阻打难民的屏障。 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,还会迫使土耳其投向俄罗斯的怀抱,美图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,土耳其不愿做美国的妻子,也不愿沦为北约的中的二等公民,而是谋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,全面参加货申请参加各类经济和安全组织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,今日土耳其推行的外交政策,不是从托亚入欧改为托欧入亚,而是欧亚并重,以获得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,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,作者吴正龙为中国签驻外大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